在中国女排北轮飞战亚乐会的时候,另一只女排也将悄悄集结,这只女排二队将于下周在张州集结备战亚洲杯的比赛。 这次参加集选的19人中,希望执行朱岳洲的名字也在列,23岁的朱岳洲算得上是上赛季女排联赛建议位置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她的出现多少改变了李静怡点工的局面,作为无群在这家女排最后一个重点培养的新星,朱岳洲没有让她失望。 在上赛季的联赛中,朱岳洲的总得分排进了联赛前20位,在这家女排也仅次于李静和阳洲,如果只算结议位置,那朱岳洲是龚翔宇和曾春磊之后,联赛建议位置得分第三夺的球员。 如今女排建议位置龚翔宇,曾春磊和阳方式的位置牢不可破,朱岳洲想要练习他们,现阶段来看,可能性不大。 不过,她已经进入了狼党的视线,今年女排第一期集训,朱岳洲第一次入选了国家队集训大名单,并且参加了北京的集训。 只不过,北京的集训只有一个月左右,参加完北京的集训之后,朱岳洲就离开了国家队,朱岳洲回到了浙江女排,她参加了全国女排冠军赛,并且帮助球队拿到了冠军。 不久前的亚洲东区锦标赛上,朱岳洲也帮助浙江女排拿到了亚军。 其实,朱岳洲出道很早,四年前,她跟张长宁一起入选了联赛十二大金星名单。 在四年前的联赛总决赛上,朱岳洲成了浙江女排的一代骑兵,她顶踢球,压篮上场,帮助浙江女排逆转天津女排。 最终,他们拿到了联赛冠军。 而那个赛季,朱岳洲还只是一名菜鸟而已。 只不过,过去这四年,跟龚翔宇相比,朱岳洲的跌步缓慢,现在的她还打不到国家队的水平。 不过,她也才23岁而已,未来还有机会打伤国家队,就看她的能不能取得突破了。 рав为了,无法冻、珀疇,这些能不能取得出, 刚好,我们不错,我们都放得越了。 感谢观看